郡主和闺蜜一起去逛庙会 哪知刚到街上就遇见有人打架斗殴 喜欢凑热闹的闺蜜连忙跑出去看戏 郡主担心她会出意外 便紧跟着出来查看 不料这时马儿突然受惊 一时间郡主摇摇欲坠 眼看她就要摔下马车 一个子依公子立刻飞身上前 紧紧搂住了郡主 怎料马车晃动得厉害 两人一时之间没站稳 竟同时跌进马车里 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暧昧的味道 郡主看着眼前男子的俊秀容颜 心头顿时一阵小鹿乱撞 然而等她反应过来后 不禁又羞又恼 你 大胆 你居然敢压着本世子 郡主本想将男子推开 哪知却不小心翻了个身 现在是世子殿下压着小人 若是世子殿下想吃小人豆腐 可是要收费的 郡主顿时害羞地想要起身 怎料两人腰间的玉佩竟缠到了一起 她越是想要分开却缠得越紧 两人的来回拉长 使得马车也跟着剧烈晃动 这一场面不禁让吃瓜群众浮想连天 一旁看好戏的闺蜜 甚至偷偷掀开帘子鼓励 半个小时后 郡主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 而沈夜却扶着老妖出现 沈夜一番暧昧的言语 顿时惹得在场众人议论纷纷 郡主健壮当即想带着闺蜜 离开这个丢脸的地方 不料闺蜜却当众公开她的郡主身份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请我丢人丢的还不够啊 这可是败坏名声的好机会 原来郡主出身在女权当政的朝代 作为大楚国第一郡主 她满腔抱负一心想要造福百姓 可却因显赫的家世和满腹财血 而被当朝女帝忌惮 不断地派出暗卫想要将郡主置之死地 母亲为了保住女儿的性命 便提议让她将才华隐藏起来 假装成荒唐无能的纹裤子弟 而现在正好是败坏自己名声的机会 当郡主得知沈夜市花楼老板 于是故意摘下腰间的玉佩赏给她 郡主本以为母亲得知此事后定会暴命 哪知反套路的母亲不仅不生气 反而表示她还不够荒唐 随后又给了郡主十万两黄金 让她进行挥霍 这下可把郡主筹坏了 就在郡主不知道 该如何完成母亲交代的任务时 却从闺蜜口中得知沈夜的花楼今日开业 为了成为名副其实的纹裤子弟 于是便决定前去给沈夜捧场 与此同时京城四大名楼的老板 也带人来到沈夜的花楼 一进门便来者不善地嘲讽沈夜 如此冷清又如此寒酸 你们说哪里像有开业的样子呀 说着还假装失手砸碎了花瓶 沈夜懒得和他们一般见识 这时京城里的达官贵女们 纷纷带着礼物前来道贺 众人见着证实 忍不住好奇沈夜到底是何来头 带头捣乱的闲眼包 看不惯沈夜如此得意 便决定给她点颜色看看 我今天就非要在这些达官贵人面前 叫你好看 你又敢打我 就在这时郡主及时赶到 众人连忙恭敬临街 财大气粗的郡主一声令下 当即让人抬上来两大箱子金银珠宝 今晚所有开销都算我的 随后郡主表示自己与沈夜并不相熟 可偏偏就是喜欢她 想为她花钱捧她做花魁 也请各位要多多照顾这里的生命 对她好便是对我好 旁人都以为青刀的大楚第一郡主 这次终于沦陷在沈夜的裙摆之下 殊不知这正是郡主的目的 她只有把好名声败坏完 达到母亲的要求 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恢复正轨 可母亲却还是不满意 你应该更加努力地败坏名声 直到我真的无法忍受 你方可达成所愿 郡主虽然很不情愿 可也只能遵命行事 回去的路上 郡主回想起刚刚和母亲的对话 为了掩人耳目 母亲故意提点了慕容家 郡主顿感不妙 连忙带了一对人马 赶到慕容家救人 慕容婉青在哪 郡主不顾一切地闯进慕容家 当她看到满身伤痕的婉青时 心中顿时内疚不已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 闺蜜也不会受此伤害 就在这时慕容家主闻讯赶来 郡主毫不留情地质问 就因为她不是你亲生的 你要打死她吗 慕容家主本想反驳 但碍于郡主的身份 也只能隐忍下来 她表示这只是小小的家务事 身为嫡母管教 自家庶女乃是天经地义 可郡主岂能轻易被她拿捏 为了给闺蜜报仇 她让慕容家主亲自 仗则自己的亲生女儿二十大板 可打别人的女儿容易 面对亲生女儿却下不去手 无奈之下慕容家主 只能向郡主求情 可郡主岂会轻易放过她们 她要让这对狠毒的魔女 好好长长记性 慕容家主越是求情 她便惩罚得越重 随后便命人将闺蜜 带回府中小住 临走时郡主觉得 这些惩罚还不够紧急 于是故意声称 慕容家新建的庄园 有多处僭越不合礼法 夏晨这就着人 严格检查 及时改过 不如一把火烧了吧 慕容家主虽心有不满 可爱于郡主的身份 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回家途中 郡主小心翼翼地 替闺蜜处理好伤口 接着又告诉她 母亲觉得自己 败坏名声的手段 还是不够 两人商量一番后 便决定玩个大的 随后郡主带着闺蜜 来到了沈夜的花楼 等沈夜得知消息感到时 郡主正拿起火把 想要烧了花楼 这番操作让沈夜很是费解 她恳请郡主 能给自己一个理由 我就是想邀请你 随我到叔父 住上几日 时时陪着我 不得不说郡主 为了败坏自己的名声 也真的是够拼了 在她的努力之下 母亲很快就得到消息 于是前来质问郡主 是否属实 当得到肯定答案后 不错继续努力 郡主听到母亲的话 很是意外 没想到自己 费尽周章的大闹一场 结果还是白忙活 得知沈夜已经入府 母亲也很是好奇 于是便让郡主 去通知沈夜 晚上在她的生日宴上献饮 然而郡主刚一走进园子 竟看到沈夜 带着漫天花雨从天而降 然后一把抱住她 来了个爱的魔力转圈圈 郡主看着眼前 如此俊秀的面袍 心中忍不住一阵小路乱撞 等她回过神来 不由得脸红心跳 你可以放太过了吗 或者 我把你胳膊打断 沈夜告诉郡主这发办 是她整理花谱式采集的 并表示要借此美景 献舞一曲 郡主却立马打断她 怎料沈夜不依不柔 世子 上得真好看 这迷人的眼神 顿时让郡主心慌意乱 当即一把将沈夜推开 在转达了母亲的邀请之后 便匆匆离开 晚宴上所有的名门望族 都前来祝贺郡主生辰 众人都想见识一下沈夜的火秀舞 怎料沈夜却让弟弟代替她表演 因为她的火秀舞只为郡主一人而挑 就在众人正专心欣赏表演时 甚觉无趣的郡主 却借口出来散心 竟不知不觉来到沈夜的院中 而沈夜仿佛早已猜到 已经等候她多时 我知今日主礼生辰与世子无关 所以单独准备了一份礼物 独属世子殿下一人 随着一声巨响 空中绽放出绚烂夺目的烟花 这便是沈夜为郡主准备的生辰里 看着照亮了半个天空的烟花 郡主顿时有些不可置信 是烟花的阵仗 只有女帝才 可沈夜却毫不在意 只要郡主开心一切就都值得 随后在漫天烟花的照应下 沈夜为郡主献上精心准备的火秀物 就在正看的痴迷时 沈夜竟一把将她拉入怀中 周围顿时弥漫着暧昧的气氛 不久后女帝因为忌惮书家的势力 便下旨将自己的亲信苏荣卿 赐给郡主成婚 目的就是让苏荣卿深入书家内部 趁机夺回兵权 可郡主得知后却誓死不从 怎料女帝竟从她的闺蜜下手 随便给婉卿安了一个罪名 把她关进大佬打的遍体鳞伤 传证口语 先杀慕容婉卿 后诛慕容满门 为了救回闺蜜姓名 郡主只能答应女帝的赐婚 母亲深知女帝想借此次怜姻 以此来制约和削弱书家 便让郡主婚后设计将苏荣卿杀死 可郡主知道苏荣卿是无辜的 不想眼睁睁看着她往死 于是半夜偷偷溜进苏府 向苏荣卿说明来意 请求她主动退婚 此时的郡主怎么都想不到 苏荣卿就是沈夜 面对郡主的请求 沈夜突然想逗逗她 那若是在下不肯呢 书成心中确实另有他人 实在不敢辜负公子 那他是何人 一个欢楼的小官 沈夜没想到郡主竟然如此坦白 忍不住笑出了声 郡主看着帐内的身影 不由得起了疑心 就在她刚准备掀开帘子查看时 就被人一把拉了进去 怎么是你 郡主看着眼前的男人顿时大吃一惊 她怎么都没想到 沈夜和苏荣卿竟是同一个人 本以为得知真相的郡主会接受赐婚 可她却压根高兴不起来 郡主十分清楚 母亲为了书家一定会除掉苏荣卿 而苏荣卿又不愿意退婚 为了救心爱之人 郡主只好当众抗旨拒婚 她的胆大妄为惹的女帝勃然大怒 当即下令将她打入天牢 可即使女帝如此震怒 但碍于书家的权势也不好过于惩罚 于是便让大公主去劝劝郡主 同时交代她不要把事情闹大 哪知大公主压根没把女帝的话放在心上 刚到牢里就要五扬威地拿起鞭子 前来送饭的婉青看出大公主的意图 立刻上前为郡主求情 不料却被大公主一脚踢到柱子上 当即撞得头破血流 好不容易有了折磨羞辱郡主的机会 大公主又岂会轻易放肚 婉青还想为闺蜜求情 可大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储君之位 她早就想杀了郡主以绝后患 郡主能否化险为夷 她和沈夜的婚事又能否顺利进行 关注时光一起追剧吧